在這影片呢 我們介紹一下四個螢幕同時呈現 而且還可以做一些縮放的效果 我們稍微預覽一下結果 所以現在預覽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個其實都在動 經過這個時間點呢 一個放大 經過另外一個時間點 整個縮小 可以看到還可以旋轉 那做到這樣子呢 其實不難 就是把四個素材全部拉進來 所以影片一開始拉進來的時候呢 它其實可能比例會非常的大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直接這樣子的拖拉 就讓它縮小成一小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更精確的知道這個縮拉的比例呢 也可以透過這個來調整 這邊就可以調整這個縮拉比例 例如我們再拉另外一個 把它稍微這樣子拉進來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邊就是把它稍微這樣縮小 那接下來如果你今天想要怎樣 重點是如果你想要動畫 例如說在某個時間點 像剛剛這個時間點呢 我想要怎樣 讓它變大 所以我就增加這個動畫 那這邊呢 你又讓它變小 那你就可以再增加另外一個動畫 所以在中間這個時間點呢 選這個藍色的 你就可以去對這藍色的做 上面這一塊做調整 例如說我們這邊就做一個放大的效果 那這邊都是可以去調整一下這個時間的長度 讓它很快的放大還是很慢的放大 例如說我們稍微預覽一下 那你看這裡就慢慢的放大 展示完之後呢 再慢慢再很快的縮回去 那這邊還有很多功能 那就讓大家自己去玩看看 謝謝